这地方我们要说到明代 王阳明 现在我们把王阳明吵得很热 大家都非常的欣赏他 大家知道王阳明他思想里面有一个叫知行合一 知了一定要行 一定要行 一定要付诸实事 对个人来说一定要内华于心 外华于心 并且用自己的模范的形象去一封一封 这王阳明曾经在江西的南部 南安县赶州以及福建的厅州 张州这一带做巡抚 那么他到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他就是非常重视社会教育 办书院 他认为这个民风当时那个地方的民风是很差很差的 他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 老百姓出现了问题 老百姓出现了问题 你没有及时纠正 一出问题就抓 关 这么解决问题 所以他就新教育 那么受到蓝田旅士相悦的影响和启发 那么他在那里制定了一个难干相悦 非常有名 他这里面提了十六条一封一熟的条例 非常长 非常具体 那么我这个时间里面不可能拿来把它全部讲 这里呢 这请大家看一看 就是他在这个难干相悦的总纲序言里面提到的 就是说要求大家 孝儿父母 敬儿兄长 教训儿子孙 和孙儿相礼 史上相助 患难相须 善相劝勉 恶相告诫 悉松霸真 讲信修目 悟为良善之名 共臣仁厚之俗 大家看看这个里面没有一句废话 他所讲的都是我们一个做人 修身齐家 最应该要做到的点 把这些点都做到了 家就齐了 国就治 这个王阳明 这个王阳明 孙子 自己作为地方的长官一定要做出榜样 要求民众做到的 自己先要做到 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个衙门的前面呢 放了两个箱子 一个上面写着 求通民情四个字 老百姓 你有什么话要说 你写好 放在箱子里 我每天会来检查 可能我没注意到 我没看到 你告诉我 他及时地了解 民情 老百姓的愿望 另外一个箱子 上面写了四个字 愿文几过 我对诸位提了这么多要求 有没有我没做到的 你告诉我 你写着摆着领 我一定改 这个就是我们一句话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